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一样的要跟大家来聊聊好久没有聊到的安定内在的教养练习 其实刚刚也听到我刚前面在分享一些生活讯息 在这两年其实爸爸妈妈家里面有孩子的爸妈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一些转变 我觉得焦虑变很多了一个焦虑当然是对于现在的孩子的健康是一种忧虑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也打乱了很多孩子的学习 这也是另外一种焦虑 所以其实家长很焦虑但是孩子也没有不焦虑 孩子也因为常常都被困在室内空间所以也变得比较浮躁了 对所以你自己观察就是从疫情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了 像接下来11月7号开始基本上政策几乎都松绑 解禁除了口罩应该这样讲口罩还要戴着 然后确诊的人还要在家里戴7天大概就剩这两个没有别的了 基本上没有别的了口罩戴好然后确诊的人在家里戴7天就这样之外 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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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你观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家长跟孩子之间互相焦虑的部分是哪些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是风声喝泪啊 大家都惨啊 孩子也惨 家那个大人也惨 每天都关在家里 那段这么辛苦的时间已经逐渐过了 现在已经到了后疫情时代 我觉得大家已经把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已经融入了生活里面 很多人都觉得要得就得了 反正大家都得一得也没关系 那所以我觉得心态真的是比较好很多 那之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 不要说那个家里很很有问题 有很多补习机构啦 学校机构啦 幼稚园啦 都很惨 因为大家都不去 大家都害怕 现在这个这个焦虑我觉得是显然已经降低了 虽然说还是要戴着口罩 但是我觉得也比较比较少家长在跟我说 孩子都不愿意戴口罩都很抗拒 因为全部的人都在戴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一点 其实还是像我家的小孩 我们家呱呱 他戴口罩戴的是我们家最认真的 他好喜欢戴口罩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现在这样已经可以不用戴口罩 他还是要把口罩戴起来 就是说比较小的孩子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人生本来就到目前为止还经历的比较短 但是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戴着口罩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好那呃 回来的话当然要聊一下就是 在这些年当中 尤其在疫情这两三年当中 怎么样让人心安定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是的 要安抚孩子也要安抚家长自己 你觉得在这个部分最难的是什么 安定这件事情 安定心绪这件事情 最难的我觉得是孩子 大人哦 有情绪的时候 有时候还可以靠着这么多年以来 人生经验培养出来的意志力 或者是转移情绪的方法来去让自己好一点 但是孩子嘛 他是很真的 他是有情绪就会表达 甚至比较小的孩子有情绪就会哭闹 那很容易是大人已经很努力的在压抑着自己 控制着自己 但是孩子要在那边闹 最后就爆掉 尤其是大家都不能够离开家里 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孩子是需要活动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些孩子的情绪很高张的时候 你就带他出去活动活动 但是又不能出去活动 或者是说 之前可能跟同学在一起见面的时间也比较少 对 不过现在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正常 但是走到后疫情时代 你觉得接下来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走到后疫情时代 就是童文姐刚说的 诶 怎么叫你姐了 好好好 没关系我接受 童文刚说的就是 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负债太多 慢慢还 那那个我觉得 我刚刚听到我觉得非常的对 那再来的就是 有一些父母他在过往这一年多两年 真的非常焦虑 非常焦虑 然后很担心自己感染 很担心孩子感染 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可以慢慢再调试了 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可以真的 就是多做一些活动 多带孩子出去一下 放松一下自己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那孩子的部分呢 孩子的部分 很多人都说孩子的适应力是比较好的 没错 所以即便可能前面有一些焦虑 或者是前面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们常常相聚 但是现在重新回到校园里面 你觉得其实他们的状况不用担忧太多吗 我发现在我的 我所认识的所有孩子 大概一百多位在我补习班里面的 没有一个有焦虑的 因为去到学校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大家也戴着口罩 蹦蹦跳跳的 然后很活泼 他自己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比较安心的环境 也让自己不会这么的焦虑 那当然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觉得有个很棒的就是 我觉得在家里面可能亲子互相相处时间变长了 那很多很多的绘本 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很多的力量 包括可以让孩子跟家长一起共读来 持续安定 带我回来聊 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 我们聊聊安定内赛的教养练习 现场来宾是 蒙特梭立青植教育专家 罗宝宏 宝宏老师 宝宏老师在疫情期间 其实也出了两本绘本对不对 前面的两本是 前面两本是 算是一个系列的 对 它是总共线四本 总共四本 那前面两本是在之前 是去年 去年 去年两本 今年两本 那所以这两本新的这个绘本 刚好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也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共读 那像是第三本第四本 一个叫做小雨你好棒 一个是请勤不可以 老师其实你在出绘本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系列的想法 对不对 在开始创作这一系列的绘本的时候 我们就想过 希望这个绘本能够做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 这本绘本里面 我们会传达的是在教养里面 我们最需要给予孩子的元素 如果从第一本到第四本来讲 分别就是 第一本所强调的无条件的爱 第二本的观念就是接纳孩子的犯错 第三本就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多给予孩子内心的正向资源 透过鼓励的方式 而第四本呢 最重要讲到的就是 我们会希望我们大人自己 能够学会怎么的爱自己 也让孩子从小就学会 什么叫做爱自己 并且落实去做 那在他们长大了 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正向 更光明的大人 好我手上这边就是有 第三本跟第四本的绘本 第三本小雨你好棒 它的这个主角呢 小雨就是一只可爱的小鸟 然后第四本的琴琴不可以 它的这个主角就是一只猫咪 琴琴 那其实从封面跟封面的设计 跟那个画风的设计 还有当然它很简单的名字 就书名的取名字的这个方式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本它要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像小雨你好棒 是一只很可爱的小鸟 好感觉就是呃就是您说正向 正向的一个资源 正向的一个资源 给予孩子鼓励的方式 对那琴琴不可以 其实这看起来应该算是情绪 对对不对 一种情绪要要怎么样去呃 在这个情绪可能呃很很很很高张的时候 很高张啊或者很负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从小到大里面 没有学到的就是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以前我们学会的就是压抑自己 或者是转移自己 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 但是真正的爱自己 其实是代表着 我们能够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 正所谓情绪本身没有好坏 因为不管是正向的情绪 或负向的情绪 其实都是反映着我们跟外界互动 内心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 如实的去觉察这个情绪 去感受它 并且去理清它有情绪的原因 或许我们就能够 不单只更了解自己 更能够了解自己应该怎么样去 回应这个坏在的环境 甚至是融入这个环境 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 给予孩子正向资源的这个故事 小语你好棒这一本 那里面其实主要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主要传达的观念就是 还有它其实故事的架构好了 对 主要想要传达的就是 好比植物需要被灌溉一样 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要被鼓励的 因为正向资源是让一个人 内心能够更愉快 活得更幸福的重要关键 那在故事里面有讲到的就是 有一只小鸟很喜欢唱歌 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 这是改编自我儿子的故事 他喜欢吹口哨 但是他到处都吹口哨小时候 就像这只小鸟去到哪里都喜欢唱歌 因为他觉得唱歌很快乐 结果在路上唱歌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吵到 在睡觉的猫头鹰爷爷 在学校唱歌有时候 就会打扰到其他小朋友上课 那于是他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自己喜欢唱歌 但是却到处被提醒 然后好像大家都不喜欢他这样子 那于是回到家里 他就有跟妈妈说 妈妈我不想要上学了 很多孩子有时候在学校 遇到一些事情 他未必会跟父母说 也未必敢跟父母说 因为尤其是当他在学校里面 做了一些事 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 或被老师处罚 他可能回到家里更不敢跟大人讲 那可能会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些 你不了解他为什么会有的情绪 又或者是他会跟你表现 他不想要上学 那这本故事书里面就有示范到 作为一个大人 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好奇 关爱他内心发生什么事 让他说出了事情之后 并且帮助他去消化这个情绪 从而再去看到自己 在做错事以外 其实自己每天都很努力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人 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事情 做得不好 所以就会掉入了 那个情绪的误区里面 那如果有一个人 比如说你老公跟你说 你怎么了 你就跟你说 你就看到今天啊 我的办公室啊 这样这样 然后他如果不懂得 怎么去应对你的内心 他就说 就是不要想太多了 这事情常常都有了 你可能会更活 又或者是 就算你不活 你也会觉得 你的老公帮助不了你 你还是不舒服 所以在这个 就是在这边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妈妈先是用一个 很好奇很开放的心态 去问孩子 让孩子说了他自己 做了些什么事 并且有什么感受之后 妈妈是用一个接纳的态度 来对他的 哦 我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你是很难过的 妈妈了解了 谢谢你愿意告诉我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这样 所以很伤心啊 孩子说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 孩子就会感受到 自己的心情被理解 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自己是被这个大人所接纳的 那就有办法去帮助这个孩子 释放 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酝酿的情绪 嗯 所以有几个重点 因为其实过去很多家长 其实也会说 老师啊我都不知道 要怎么鼓励小孩 对不对 就是鼓励小孩 跟赞美小孩 这个东西 呃好像 好像 好像有的时候 你做的 你做的 不到点 不到点 他有的时候会变成就是 呃 又怕说让小孩膨胀 或者是等等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你有点出几个 对 几个 呃 像是你可以 你可以参考的一些规范一样 对不对 对 对 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 他 他 两个情况好了 一个是孩子做错事 嗯 一个是孩子没做错事 有做了一些好事 嗯 针对一个没做错事 有做了一些好事的 孩子 嗯 我们可以在当下 就给予他鼓励 那给予他鼓励 怎么鼓励呢 我们用一个 具体的事实描述 再加上一个 真诚正向的肯定 比如说 呃 刚刚的助理 他有问我要不要喝水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说 他的名字叫什么 哦 我们家的那个 那个 Rossi 是不是 Rossi 对不对 我就可以 我就或许我可以跟他讲的就是 Rossi啊 我一进来我就听到你跟我说 要不要喝水 我觉得你很体贴 嗯 谢谢你这样子 就是对我 我感到非常的 嗯 就是受尊重 嗯 那这个就是具体事实描述 再加一个真诚正向肯定 孩子吃完饭了 把东西拿进去厨房 你看到了 你也可以说 嗯 孩子啊 妈妈刚刚看到你呦 吃完饭之后 把你的餐碗都拿进去水槽里呢 我发现你越来越懂得照顾环境 更为自己负责任了 谢谢你啊 嗯 这样的话 就不会让孩子只会听到 哇你好棒哦 你好厉害你好赞哦 这种挑衅情绪的浮夸赞美所影响到 具体事实描述 加真诚正向肯定 嗯 能够如实的让孩子感受到 自己的努力被看见 自己是被在乎的 会增长他的归属感跟价值感 如果我们少了前面的具体事实的描述 对 会是会容易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就是台湾人说的 很多人都说 他不能補的補败去 啊 補败去的原因就是 他少了一个具体事实描述 那当我们都常常都跟孩子说 哇你好棒哦 你超厉害的 孩子会无形中 在我们大人塑造的这个氛围里面 迷失了自己 养成他容易去对外索取 这些赞美的习惯 那这个我在幼稚园都看到很多 有些小朋友做了一个东西 他就会 童文姐姐你看 过了一阵子 童文姐姐你看 童文姐姐你看 那他都会期许你要用拍手说 他很厉害的方式来回应他内在这个虚幻的 虚幻的被大人去欺骗了的一个 他认为的自我 对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会说 我其实没有会欺骗他 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啊 我们不是都应该鼓励吗 他有创意啊 他有创造力啊 对 但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 你能够很具体的说出 他的好的地方在哪里 那这个好的地方 相信他也是有经过身体力行 去做一些事情得到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 具体事实的描述上的鼓励 我们就能够不单止 让孩子得到这份赞美的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价值感 而且还有的就是 他看到自己做了些什么事 而得到这个赞美 那这样的话 孩子会对他的努力更加的肯定 哦 所以我再回来 刚刚你举的那个例子 你说可能很多小朋友 真的我们看到 看到很多这样 比如说你说 小朋友会弄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拿给你看 就希望你赞美他 对 但是这可能就是平常 大家会说 我就 我觉得有的时候 妈妈或者是长辈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 尤其是妈妈啦 爸爸 会很忙 你知道吗 对我了解 因为我们很忙 所以孩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哦你好棒喔你好棒 你真的太棒了 你好厉害 但是有种程度上 也不是为了就是 为了为了就是说 不是说真心的赞美 而是敷衍他一下 敷衍他一下这个无可厚非 对对对 敷衍他一下 好棒好棒 他觉得很开心他就走了 我就可以做我继续做我的事 那 也许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其实 没有被 没有被 提醒 或是没有被 没有被 就是 没有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到底好 是好在什么地方 好像我有做了些东西 我就该被鼓励 对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孩子会知道自己 因为有努力的去做了些什么 这份努力被肯定 所以才被鼓励的 嗯 那比如说我儿子常常拿 他做的积木来给我看 对 他倒不会是这个 一直拿来 他可能就是 每一两天 他只要有在做 他就拿给我看 我孩子也会 对拿积木给我看 那我们要怎么 怎么去 他真的是很会做 对对对 那怎么赞美他 他拿过来的时候 当然我如果不再忙 我是惊艳的 因为他做的东西 都很有创意 都是我不能做的 对对对 那我会跟他说 你做的这个是什么 他就会跟我说 然后我就说 哇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他就说 因为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卡通 或者是我前几天看了一本书 我做了这个昆虫 我就说 那你刚才是不是很认真在做 他就说有 我就说 是耶 爸爸看你刚刚很认真的 在那边半个小时 都在做这个作品 我觉得你很努力哦 所以除了去赞美孩子的成果 我们也可以去肯定他 过程中的认真跟努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 好 所以这刚刚是一个示范 可是我想说 呃 其实在很多的父母亲 很忙碌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很难去呃 很难去持续一个这么长的对话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学习 跟练习的 那呃 可是刚刚老师讲到 就是说在他做了一件 正面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 他没有犯什么错的情况 对 但是其实最难的 是做错事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 具体事实的描述 最后还能够给真诚正向的肯定 对 这真的蛮难 因为我昨天才把我儿子 臭骂一顿 我们等一下哦 我们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聊 好 那老师还会告诉大家 在呃 给予正向肯定 正向资源的这个部分 其实睡前三件事 对对对 可以变成大家 呃 一种睡前的仪式 都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 我们也要聊到 有关于 讲到情绪的张力 怎么学习爱自己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很开心 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蒙特梭利亲职教育专家 罗宝宏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安定内在的教养练习 欢迎宝宏老师 哈喽 大家好童文好 好那呃 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就是老师的四本同系列的绘本 那呃 在今年疫情那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出了第三本跟第四本 第三本叫做小雨你好棒 主要的重点是要给予孩子正向的资源 那呃 里面他就是用了一只很爱唱歌的小鸟 他唱歌很好听啊 可是呢 他到处唱 这里也唱那里也唱可能就影响到别人 就是打扰到别人的这个睡眠啦 或者是打扰到老师上课啦等等的 可是妈妈怎么样去察觉觉察到这件事情 然后后面又透过了一些日常生活 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这一本 儿子很喜欢这一本 那呃 然后透过这个日常的生活呢 去呃 让孩子又建立起他的信心 知道他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好的面向 只是呃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不适合 对 你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坏事 只是场合不适合 其实孩子很多都这样 像我儿子啊 就是被老师写 写联合簿啊 写说 他自己写 老师叫他自己写 就是我上课不会再翻金斗 哈哈哈哈 我就说 你为什么上课要翻金斗呢 他就讲说 他说因为做了很久 我想起来活动活动 好 我说那是全班都在翻金斗吗 他说没有 就我在翻金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错 这个孩子有前途 然后老师就 因为老师都会用那个 哈哈哈哈 老师都会用联络簿 我觉得我们老师非常棒 对 我们老师他都会用联络簿的 这一个 这一栏呢 联络栏 对 让爸爸 让爸爸妈妈知道 你孩子在需要干了什么蠢事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 我有一天看到那个 在我不会上课 我上课不会翻金斗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整个就 我整个就懵了 我真的想说 到底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对 然后像我前两天又看到 呃 不在 我不会在走廊上奔跑 而且写了三遍 我想必就是跑得很用力 所以老师说要写三遍 多写三次提醒一下 对对对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写三次 对对对对 翻金斗很好 但是 不是上课的时候翻 没错没错 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下课翻呢 下课可以翻呢 对他怎么说 他说因为下课要出去玩 没时间 哈哈哈 哎呀 我跟你讲小孩的这种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 就是他的一些 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很多 是是 对那呃 所以其实 其实就跟小雨一样嘛 在那个里面的小雨 小雨很爱唱歌 可是他可能唱歌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场合的问题 对孩子要学的就是 到底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待人处事应该要怎么进退嘛 嗯 所以年纪小的孩子会 会做很多就是像童文说的蠢事 与其说是蠢事不如说 他们真的很勇敢那些很天真烂漫 但是只是这份勇敢 还没有在一个对的方向 对 这个需要时间了 嗯 但总之他后来就没有在上课 在翻金斗 因为老师 因为老师有跟他说 然后我们回家以后 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到说 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资源 老师有特别帮我们 highlight出来 对 两种状况 一种是当孩子 没有做错事的时候 没有做错事做得好的时候 对我们如何的是 具体事实的描述 哦 他做了哪些 然后可以跟他有个互动 没错 然后问答 我觉得很棒的是 老师刚刚以我所提出的孩子做了寂寞 拿来给你看的时候 对 做了一个示范 然后最后给予一个真诚正向肯定 我觉得超棒的 我要学习起来 但是很多 呃 刚刚其实也有妈妈问到 就包括我问到 就说当孩子错错事的时候 有时候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的时候 你的情绪已经高张起来 我了解 一而再再而三的做错事 然后呢 呃 你很生气了 然后让他最后有情绪的 又是你自己本人 你就是那个造势者 有没有 嗯 那这个比较难 那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嗯 嗯 孩子一定会做错事 那孩子做错事 我们提醒多了也会生气 这是难免的 对 所以首先在心里面 我们自己可以跟自己说 我承认我孩子 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这件事 嗯 你去面对这个事实 心情会比较好 我也承认我一直在看他这样子同样犯错 我真的很火 你也可以承认 那 你跟他好好讲 讲到没办法了 你最后骂了他了 就要注意了 因为通常当我们在骂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觉察到 嗯 我在生气 那就要注意这句话 嗯 有情绪的时候 不要做教养 赶快去你的积极暂停区 赶快去一个地方休息 但是我还有第三句 嗯 是比较 呃 宽广的 叫做 我的bad day 我你骂我的bad day 但是最好的就是 像我们刚刚在出席前说的 我们在晚上睡觉前 比如说跟他念完一个故事书之后 跟他进行这个睡前三件事 嗯 那如果是今天你有骂过他 在睡前三件事之前 我们可以先跟孩子做一个修复关系 嗯 比如说针对今天 我就说 孩子啊 今天下午爸爸有骂过你 你记得吗 他一定会跟你说 记得 嗯 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比较温柔的语气问说 那你那个时候爸爸骂你啊 你是不是有点难过 他说是 是不是有点害怕 会 那就可以跟他说 爸爸要跟你很诚恳的说 那时候其实我真的生气了 但是我用了一个很糟糕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嗯 我直接骂你 嗯 我觉得我这样很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 让你伤心难过的做法 我事后也觉得很难过 不应该这样 嗯 所以孩子啊 我想跟你说对不起 你可以原谅我吗 嗯 我们先跟孩子做一个道歉 通常在我的经验里 孩子都会原谅我们 嗯 那然后再跟他说谢谢 并且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下次可以怎么做 用一个正向的方式 聚焦在解决问题上 然后 当这个孩子心里面的情绪 有被你 因为跟他道歉 而释怀了 他的情绪释放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跟他讲一些 今天 爸爸有看到你 也做得好的部分 这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们做错事 我们被妈妈噼里啪啦 骂完打完 处罚完之后 就盖着被子睡觉 然后在被子里面哭 现在我们的做法不一样 孩子做错事 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骂了 也没关系 晚上 我们可以修复关系之后 再告诉他 虽然你今天被我骂了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事情 也是做得很棒的 这就会让这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里面 慢慢看到 我有好的一面 我也会有不好的一面 虽然我有时候犯错 但是其实我也很努力的 在做其他事情 自己也不是很糟的 也是很棒的 有些大人他们做十件事情 九件事情做好 一件事情没做好 他就会一直针对这一件事情 没做好来骂自己 我就是这样的人以前 那是因为 从小到大 没有这本 小雨你好棒 这本书 让我父母可以这样教我 有的时候大人确实很容易苛责自己 那这种不知道是不是 也会不经意的流露在教养孩子 这件事情上 也会 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就是会很容易的在 情绪很生气 看到孩子总是 你会觉得你总是这样 你老是这样 以前我记得 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啊 嗯 我们俩彼此都会 不是只有我他也会 就会说 你每次都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对啊对啊每次都 但是但是 哪有每次 你讲出哪一次看看 对 你其实也讲不太出来 但是我们就很容易 就你每次你每次 但其实每次 听起来是真的蛮伤的 没错没错 每次都 那我们骂小孩也是 你每次都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真的我昨天也 昨天不是 昨天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事情 但确实也有 比如说像 呃他就是拖拖拉拉 比如说你看 这边有一个 对他就说 小孩凡事拖拖拉拉提不起劲 什么事情都好像 都都不要紧 然后妈妈不管是设了什么 奖励办法 想要提振鼓励他 他都还是一样 然后拖拖拉拉 那妈妈一定会催 然后就不耐烦 就顶嘴 放弃 不想上学 不想写作业 然后甚至是会 跟妈妈说一些 这个不礼貌 不礼貌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管 关你什么事 闭嘴 甚至讲一些更难听的话 就让妈妈非常的灰心 这孩子几岁啊 这个 对这孩子几岁 就是刚刚讲到这个 你可以再跟老师多 再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 老师也可以跟你聊一下 所以 所以你说 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真的 会觉得说 我们会总是看到不好的那件事情 没错 然后就忽略了 做好的地方 他其实好的地方很多 对 他是个贴心的孩子 或是他是个等等等的孩子 但是我们很容易 那或者是我们觉得 我只是现在骂你啊 我平常也是会赞美你啊 你知道我们会这样讲 就是我只是这次你 因为你现在做错是我骂你 但是孩子 我不知道孩子很小的那个心灵哦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我知道 他会不会因此 他能不能够 他能不能够接受就说 哦我现在虽然被骂 但我以前也很好啊 我知道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在这个当下是这样的同文 比如说今天是你被 你被爸爸妈妈骂完我是爸爸 我说同文 虽然今天我骂你哦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其实你也是有很多很棒的事情 你知道吗 嗯 这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了解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 告诉孩子 重点不在于我们说了什么 重点是他 师父真的能够感受到 嗯 对耶 爸爸这样讲 原来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棒哦 嗯 可能他当下是没有这个感受 那如果是完全都没有讲 那他更不会有这种感受 你的意思是说 他小孩是没有办法去 去鼓励自己的吗 嗯 孩子呢 需要透过大人给他具体事实描述 加真诚正向肯定 来去看到原来自己做的好的事情 嗯 是值得被鼓励的 那以后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 他做对的事情 他就会自己去学习去欣赏自己了 所以睡前三件事真的很重要 每天睡觉前我都会跟孩子说 爸爸今天有看到他做的好的三件事 回过头来他也会跟我说 谢谢我的三件事 嗯 第三个练习就是 我会请他去说出 他今天觉得自己有努力的事情 嗯 比如说他会说 我第一件要谢谢自己的事 是今天我在学校都很棒 没有做很奇怪的事 被老师提醒 嗯 我今天第二件要谢谢自己的事 今天在上某某课 我都有很很努力的举手回答他问题 然后得到很多颗奖励这样子 嗯 第三个就是我要谢谢自己 今天回来我有认真写完作业再去玩 嗯 当我们能够看 听到孩子这样说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 他不单只会知道自己做错事很糟 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的了 但是更宝贵的是 他也会知道自己做对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很棒 他会看到自己的努力而欣赏自己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难 比如说如果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 很好搞定这个睡前三件事 很好很好 我们有很多个孩子怎么办啊 很多个孩子 然后年龄又都不同 对对对对 但他们还是要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睡前三件事 然后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乱掉了 对啊 有我有讲过就是 针对如果是两个三个孩子的话 你就不要每个都是睡前三件事 嗯 一个是睡前三件事 第二个刷牙前三件事 第三个 晚餐后三件事 哦 我都替你想好了 你可以把它分开时间 对对 分开时间来做 对一个下课后三件事 有四个啦 哇 嗯 所以确实 那不同的年龄也都要做吗 不同的年 嗯 我们这样说好了 睡前三件事是一个 就算在我们今天冒犯男孩子 不好意思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今天请请我的宝贝单元 安定内在的照片练习 我们来到现场那是好久不见的蒙特索利 亲自教育专家 罗宝宏 宝宏老师哦 哦 宝宏老师你看 宝宏老师一来留言就出现了 真的哦 真的啦 因为其实 有很多东西就是 每一个家庭 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自己是妈妈 对不对 我会觉得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 妈妈 或是每一个孩子 你可能有好几个不同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通都不同样 没错没错 所以你就会觉得 虽然我们 听到一些 教养的方式 可是我都会觉得 就不一样啊 大家都不一样啊 我好像我就没有用啊 之类的 哦 对对对 但其实 他其实可以透过一个讨论 去梳理出 慢慢对 然后到最后会发现 其实 殊途同归 只是我们 我们想不到那一点 就是中间要绕好多圈 对对 是不是这样 真的会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 也没有办法在 教养的情境里面 尤其是有情绪的时候 保持客观嘛 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关系 事后修复关系就好了 可是你看刚刚说的 这个睡前三件事 对对对 常常都是因为睡觉这件事情 狂骂小孩 那就在睡前骂了他 请问我要怎么做 睡前三件事的修复 第二天再做 哦 第二天再做 没关系 一定会更好 对 可是第二天老师早上起来 又偷偷拉拉 又来不及 早上起来也把他大骂一顿 那这个可能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孩子的作息问题 跟妈妈的情绪问题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哦 我觉得昨天我会把我儿子大骂一顿的原因 是因为昨天我很焦虑 怎么了 我有一件事情很焦虑 因为我昨天去上了一个节目 在讨论孩子的身高 哦 然后呢 很奇怪哦 很多人都喜欢请我去谈孩子的身高 是因为我很矮嘛 他就觉得 妈妈矮一定担心孩子的身高 你们都说对了 真的非常担心 真的哦 所以焦虑了 对然后昨天呢 就在那个节目上就看了医生啊 然后有很多新的数字 有2021年很可怕哦 大家知道吗 我们早一集来聊这个 2021年的那个 台湾儿童的平均身高的最新的 那个每个年龄的那个标准出来了 昨天在节目上我就看 看完之后我就超焦虑的 超焦虑的哦 我就想到说 我也会焦虑 对医生说要多跳绳 因为要垂直运动嘛 我儿子是喜欢跑 可是跑就没有垂直跳来的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糟糕糟糕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睡睡眠 一定要在最好就是能够在9点上床 因为呢 好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分泌 这个退役就是它的成长激素分泌时间 最好时间是11点到1点 了解 但是那个是要生成睡眠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10点才上床 你可能11点还来不及进入 所以最好9点就要上床 然后我就在想我儿子每天都10点多才睡觉 我就开始很焦虑 所以我昨天一回家 就焦虑 应该说我儿子一回家 我就开始很焦虑的 叫他赶快去把事情做一做 了解 然后他又拖拖拉拉 然后我就在想说 完了你现在又不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是一定要黏着我 可是我就一定要煮饭 我就没有办法去陪你做功课 那我煮完饭吃完饭洗 然后呢再去陪你做功课 然后还要跳绳 了解了解了解 然后带你去楼下跳绳 那都几点了 那就又过了睡眠的时间 然后我整个超焦虑的 我了解了解 然后我就后来就一点点事情我就大爆炸 我了解 所以 妈妈们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连我都知道 这很正常 真的连我有时候也会有 你一定知道 你现在还不去洗澡 爸爸已经有点焦虑了 对啊 请你赶快去 因为爸爸开始生气了 我不想要对你生气 你可以赶快去吗 对 我也常讲这句话 对 所以呃 你看大家都说 对对对对对对 好多对 对对对对 哎呀哎呀 转圈圈转圈 你知道我昨天碰到一个 我昨天去后火车站 买那个小朋友的万圣节的装饰 对对 然后我就碰到一个 我这样哦 我就是这样哦 然后还被 还被认出来 两个妈妈 两个妈妈 就说 你是童韩主播吗 对对对对 我超喜欢你的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呃另外我前一天 在路边停车 我要等一个停车位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 好像要要走 然后我就跑过去 想要跟他打个招呼 想问他是不是要走 要走 我要赶快把车开过来 对对对对对 结果他把那个车窗摇下 他就跟我说 呃我还要等一下下哦 然后讲完这句话就说 你是肖童韩吗 然后我就在想说 他是我的什么 多年前的好友 什么 他就说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我超喜欢你的 超棒的 超棒的 我也是这样被认出来 我一直在想 一定是大家都太有感了 就是对我每次分享事情 大家都觉得你跟我就是一家人 一模一样的 哎呀 哈哈哈 好了 所以呃 我觉得就是父母亲的焦虑 这件事情 没错 常常就会影响到 所以老师才会一直说 我们试着做进行联系 我要讲我没有做啦 我坦白说 因为我觉得我好忙 但是每一次看到他 他只要提一次 我就会想好 那我今天回去做一下进行联系 就是有有有反省总是总是有好处 总是好的 累积 对 所以啊哎呀 今天时间的关系 老师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在正向教养这一本 我们今天只讲到第三本 小雨你好棒 希望下次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请勤不可以 当然老师的这个系列绘本 其实大家在这个网络书店 在书店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都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分享 我跟大家说瓜瓜很喜欢 瓜非常喜欢 而且瓜看完之后还会拿给我看 仿佛是觉得我应该要学习一下 后面的家长 学习那个鸟妈妈这样 哈哈哈哈 对那呃 所以最后一句话给家长们 在安定的这个部分 正向资源的部分 请多给予孩子具体 诚恳的鼓励以及肯定 让孩子内心更加的光明 嗯 然后有时候也要鼓励我们自己啦 也更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鼓励我们自己 对 然后就会很焦虑 那我觉得应该要 应该要在焦虑的时候 应该要告诉我自己 其实我接受我的焦虑 对不对 然后我很棒 因为我会焦虑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而且我行动力超好的 对 谢谢宝宏老师 下次见